臉台上 同學 稍微背一下 就我很少叫你背判決字號 我幾乎 我自己也不太背 可是這個為什麼要背是因為它太好記了 761166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它就是576號解釋的 對象 解釋的對象 所以你要說不記它有點難 所以保險法 不用擔心 整部保險法我會叫你記著 就這個跟這個 就這兩個而已 其他都不會了 所以你就浪費點腦容量 然後記一下這個東西 76年台上1166號的 最後法案的判決 他是這樣 他在處理一個問題 有兩張保險契約 我先用一個最簡單的狀況來問同學 如果A保險契約保險期間 長這樣 B保險契約保險期間長這樣 會負保險嗎 不會 不會 好 我們先給它一個前提好不好 假設AB這兩張保單 它的保險 利益同一 保險事故同一 保險金額加總到於保險價格 要保險也同一 什麼都同一 就只差在於保險期間怎麼重疊的問題 其他都已經完全符合了 只有期間重疊的問題 那這樣 不會夠的負保險 因為期間未重疊 好那如果長這樣呢 這樣 完全重疊 這樣有沒有負保險 鐵定有啊 怎麼可能沒有 那這種保險契約呢 7.6號台上1.6號解釋 認為它叫做同時負保險 同時負保險 他說 在同時負保險指的是 A B兩張保險契約 的 成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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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 成立時點統一 它的效果是什麼 同時負保險 成立時 同時負保險的定義就是指 同時負保險 這種情形呢 兩張契約喔 都是負保險 所以如果 這兩張保險契約 的負保險狀態 被認定是惡意的話 A B兩張保險契約 就會 都無效 這樣OK齁 然後他 又講了另外一件事 他說 可是喔 如果 A B兩張保險契約 長這樣 這樣 這個叫義時負保險 它的成立時點 不同一 但是保險期間有部分重疊 這個情形喔 只有 只有 後契約 為 負保險 我寫這樣看得懂嗎 比較偷懶 但應該看得懂 上面叫同時負保險 下面叫義時負保險 義時負保險是 成立時點 不同一 這個很容易看 A成立時點 往下化 沒有碰到B B成立時點 往上化 碰到A 所以他的成立時點點 是不一樣的 然後他怎麼判斷呢 他說如果是義時負保險的話 只有後契約為負保險 換言之 前契約不叫負保險 然後最高環的邏輯長這樣 他的邏輯是這樣 問你我買A契約的時候 有B契約存在嗎 沒有啊 因為我買A的時候 B還沒成立 所以我買A的時候 A是一張純純正正的保險契約 可是我買B契約的時候呢 因為已經有A契約的存在了 所以B契約往上化發現 B契約成立時 已經有另外一張保險契約存在 而他們的保險標的 保險利益 保險事故 保險金額加總大於保險價額 等等要件都成立了 構成負保險 第二張契約 因為定立時已經有A契約的存在 所以B契約是後契約 B契約構成負保險 所以效率是這張無效 這張有效 所以你從最高保險的見解 你就可以知道 他判斷負保險的方式 是從契約成立時切入 對吧 契約成立時 比方說同時負保險 就是從成立時一切下去發現 A跟B同時成立 所以成立時 互相都已經存在 那 兩張既然互相都存在 那兩張就都會是負保險 他的邏輯是這樣 那如果是下面這種情形呢 是因為成立時 A成立時沒有B 可是B成立時已經有A 所以只有B會有問題 A不會有問題 所以完全就從成立時去切入 這樣OK吧 好 那為什麼716年才到116號 他會這樣判斷呢 這是有人猜啦 但我覺得也蠻有道理 有人是這樣猜喔 這個案例事實是這樣 好像是一個農民吧 他在噴農藥 然後噴噴就死掉了 因為他吸入過多農藥 那保險公司覺得可疑啊 就這個人種田 種了二三十年 他也不是第一天在弄農藥 怎麼就這麼剛好 在他買了一堆保險契約之後 噴農藥然後就死掉 所以保險公司覺得很可疑啊 所以就一直要主張他是負保險 好 那你也知道 這種負保險沒有那麼好證明那個主觀 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主觀到底有沒有善惡意的問題 所以保險公司其實也很難去舉證 證明說他是惡意的負保險 好 然後 但是法院這邊呢 也就有點懷疑 就覺得對啊哪有那麼巧的事情 所以保險公司想 那個 法院可能覺得說 好啦 你要我判保險公司全部都得賠 我也判不太下去 因為我懷疑 這裡面可能有道德危險 可是我沒那麼確定 就讓他都不賠 好像對家屬也不是那麼公平 所以他就弄出一個這種 意識負保險 就是好啦 第一張賠啦 後面都不要賠 他有這樣概念 好那這個東西呢 被學者罵翻了 就是說怎麼可能負保險這樣判斷 那為什麼學者罵他呢 呃 林老師他就有講 負保險喔 不是指一張保險契約的狀態 沒有一張保險契約是負保險啊 沒有 負保險一定是大家是我們這一坨嘛 就是這一個圈圈裡面 如果很多保險契約站進來 就大家都是負保險啊 那如果沒有在裡面的話 就不是負保險啊 所以要嘛就是大家一起都變成負保險 不會有人是欸你是負保險我不是 可是大家都在同一個圈圈裡面 不會有這個狀況嘛 他是一個很多張保險契約所構成的狀態 怎麼會A跟B兩張保險契約構成負保險 可是只有B是然後A不是 他這個邏輯是不對的 所以這是 所有學者都這樣批評 所以這個點呢 是76年台162號解釋 沒有辦法說服人的地方 那後來576號解釋把它宣告違憲 可是同學注意喔 宣告違憲喔 不是這個部分 因為他的這個判例有兩個爭議點 這是第一個爭議點 然後他被申請事件不是這個爭議點 是另外一個爭議點 所以這個部分目前還在喔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這個同時的意思 這個概念是還在的 實務上面還存在這樣的判例 要了解喔 好所以這個部分是被罵的 那好那如果不是依照契約成立時來判斷 那學者說要怎麼判斷 林老師就說 不是你契約成立時 因為他是一個 什麼樣原則的下位概念 損失填補原則 那還記得林老師有講過一句話嗎 損失填補原則最重要的時間點是什麼時間 沒錯就是事故發生時 因為損失填補原則的目的就是在